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大型观影,我是阿祥 本期我们继续来看《行尸走肉》第十季的第五集 上节我们讲到山地寨发生垮塌事件 刀女离开前去支援,之后又转道去了海边旅馆 在她离开期间,亚历山大发生冲突 丽丁亚被欧打后开始对那里失望 把自己关进了牢房,并放走了为她出头的尼根 山地寨的重建工作进行了几天 虽然堵上了围墙的缺口,但小群的行尸仍然不时出现 西街王仍然躲在房间里 梅子不但要为守卫的时忙碌,还要考虑调背资源 将帐篷里暂居的人尽快住回房子里,一时间焦头烂额 偏偏在这时,仓库还不断发生食物失窃事件 事件都发生在半夜,而昨晚值班的人,正是麦格纳 自从惹上了地狱者,麦格纳便觉得山顶寨不在安全 加上她本来就不容易相信他人 几次对梅子表达了离开之意,一再被否定后就整日消沉 听说食物丢失后,她告诉梅子 那是缺口进来的刑事干的 罗哥和西迪克制作尼根到了山顶寨,一路上毫无发现 西街王请西迪克留宿一晚,志愿一下已了事的工作 这时,山顶寨的狩猎队从外面回来 但随对的凯莉却没有见人,康尼忙碌起带头人 得知凯莉之前离队去打猎 有大家说好在山门口会合,却已去不回 康尼立刻紧张了起来,担心妹妹的她独自去找凯莉 罗哥看到后便追过了帮忙 两人在林中发现了一头被啃光的野猪尸体,之前正是被凯莉里杀的 但父亲并没有找到凯莉的踪迹,反而遇到了麦格纳 尼根离开社区后四处流浪 在河边洗脸时遇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原旧知识分子布兰登 布兰登从小便和父亲一起跟随旧知识 对旧日的事情很难忘 喜欢学着尼根那样吹口哨 动不动就提起网人风光 而这些话题对尼根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往事 特别是关于他杀了瑞克父子的传言 尼根很严肃地告诉布兰登 他从没有杀过瑞克,更不会那样对卡尔 即便在当救治军的时候 他也从没杀过孩子 布兰登没把这话当作一种警告 以为尼根只是耍酷 趁着尼根对付形势时 布兰登挖出他之前藏起的尼根行头 那是他从亚里山大偷来的 不但有尼根以前常穿的皮甲克 还有一个酷似露谢尔的棒球棍 尼根并没有期待中的惊喜 实际上他并不想穿回以前的衣服 两人走到一辆大巴车前 突然听到里面传来呼救声 尼根冲进去连杀几个行尸 救出了一对悲困的母子 而布兰登显然没有杀行尸的勇气 竟连几次都没有帮忙 反而在尼根搞定后 更在后面奉承起哄 母子俩是一个营地的幸存者 之前也展望过许多地方 但所有的身患者都死光了 尼根对他们的经历表示同情 布兰登虽然随身附和 但被弟弟去之老救世君的嘴脸 想要跟踪母子俩 抢夺他们的补给 尼根对他无话可说 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他让布兰登立刻离开这里 大家从此分道扬镳 之后 尼根又一小男孩聊了几句 发现他确实是天真善良的孩子 并未被这末世的丑恶人性污染 他打算把亚里山大的地址告诉母子俩 让他们到那里寻求庇护 想必会得到接纳 然而还没等到输出口 布兰登就去而复返 将母子俩残人杀死 尼根赶走他不过是在演戏 是对他的一种考验 因为就时的尼根精于玩弄人形 总是会想办法试探他人 检测他们是否可信 布兰登自动脑补了他的目的 是想要考验自己是否有勇气杀人 他对自己的角色非常得意 笑着问尼根是不是通过了考试 而此时的尼根 遏制不住强烈的愤怒 抄起一块石头撒向布兰登 将他那张变态的脸砸到稀烂 罗格三人在林中搜索了很久 终于在一棵树下 找到了受伤昏迷的凯莉 原来凯莉之前丽莎野猪时 突然出现了短暂失从 这里补充一个细节 康尼的罗亚式家族病 近来凯莉也开始有了类似症状 就在他听不见的时候 被身后的形式袭击 在淘宝过程中被摔伤 凯莉是以麦格纳把真相告诉康尼 这才知道 这件山底站所推的物资 都是两人偷拿的 他们从未相信过其他人 约好要带上物资离开 谁知凯莉却意外受伤 在康尼的请求下 努哥并未把这件事告诉山顶债 他与康尼一样住之亲情 知道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护妹妹 三人将凯莉抱回去 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梅子已经猜到了真相 他知道麦格纳的戒心由来已久 在他还是个律师的时候 麦格纳曾经是他的当事人 那时他杀了一个害死表妹的凶手 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制裁 但后来 他因为罪犯这个标签 而无法得到任何人的信任 就连梅子自己也一样 可他们都忘了 现在的世道 每个生存者都是凶手了 西蒂克发现 西蒂克身体虚弱 时不知总会咳嗽 虽然他解释说是救火师被呛到了 但症状明显病得严重 西蒂克既忙不住了 正好打开伊林 露出肿胀严重的脖子 这让西蒂克吃了一惊 一问才知道 他病发已经一个月了 而且肿快一直在变大 他要西蒂克王马上做个检测 但西蒂克王自己很清楚这是什么病 他的家庭有预算性的假装腺癌 祖母和父亲都得过 在猜变前 有一些能够有效治疗的医学手段 可现在的环境 就等同于判了死刑 原来西蒂克王最近的消沉状态 都延估他的病发 西蒂克很理解他现在的心情 人头装的事 也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现在已经是晚级了 但他们不能放弃希望 需要互相信任和扶持 为了给西蒂克一些勇气 西蒂克用无线电联络上亚历山大 让邮金通知卡玛来接听 鼓励西蒂克王把真相告诉他 但在两人通话之前 西蒂克王还是关闭了机器 他还没有勇气开口 在边境河流的上游 地狱者们在这里驻扎 加玛引领一个地狱者到河边 杀掉之后将内脏抛开 削弱顺着河流飘走 阿尔法想用这种方式污染河水 配合不断骚扰的小波形势 让联盟各方疲于应付 直到将他们拖垮为止 但队伍中有人对这种方式提出异议 与其不断地牺牲守护者 不如一次性引导大笔形势剿灭敌人 之前我们讲过 阿尔法的目的是从心理上击垮敌人 最终让他们屈服于地狱者 但又不能显露出十四级所为 这也是出于对莉迪亚的保护 所以山顶战的大树倒塌和实施攻击 地狱者都没有留下证据 但这种虚虚为之的方式 总会让一些人非议 是浪费资源 为了彻底消灭抗议之声 阿尔法当众处决了异议者 将他残杀后变为守护者 交给了加玛 刚才还是队友 现在就成了形势 就和自己那被抛弃的妹妹一样 加玛的心里涌出无限的恐惧和愤怒 被尤德用力过度 杀死形势时误伤了自己的手 恰巧被外出的亚伦看到 或许是之前的越界 让联盟付出了代价 亚伦并为对加玛不利 反而递给他一拳绷带 加玛回到影帝后 怕被阿尔法误会 主动解释说 是亚伦给他的绷带 不是故意结束的 阿尔法并为一丝生气 反而觉得这是个机会 他告诉加玛 但是面具生存是一种牺牲 就像他们牺牲了亲人 再遇到亚伦 他就需要另一张面具 按时加玛可以对亚伦示好 以便将来利用他 夜晚 再次洛丹的尼根走进树林 故意制造一些生想 好把形势引过来 布兰登的罪恶全是因他而起 这让他终于明白 只要自己还在 就是君就永远不会死 他拿着洛西尔疯狂藏现行事 只待自己用尽力气 与他们同归已尽 也算是对世界的最后一点贡献 但他没想到 视频中会有地狱者 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反而被贝塔当场抓住 以上就是《城市走肉》 第十集第五集的内容 我承认剧情是有一点水 但本集的许多细节 对后面的高潮剧情 都是一种铺垫 尼根贝琴 加玛认识的亚伦 都是为后面的反转埋下的坑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本集更新 本集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